电脑的语言 电脑的语言根据它被处理的程序 被处理的方式分成两种 一种是被解读的 一种是被编译的 先说被解读的那一种 被解读那一种呢 不对 应该先说不管是哪一种 操作程序的第一步都是一样的 就是要写这个原始码 就根据一个语言 电脑的语言 不管是不是程式语言 程式语言也好 还有资料库查询语言 还有这个排版语言 我们在这门课里面将会讲这三种语言 不管怎么样的语言 它一定是有一套语法 语法里面就会有一推保留字 然后有一些方选 一些函式 给我们操作 那我们所谓写一个原始码 就是在editor里面用纯文字文件 根据它的保留字 根据它的语法 或者说文法 就好像写一篇文章出来 这篇文章就是来告诉电脑说 你要帮我做什么事 那么这篇文章呢 我们就叫它source code 原始码 那所谓的解读式的语言呢 就是说这个原始码是被另外一个应用软体 一个独立的应用软体来读 读去了这个原始码以后 这个应用软体帮我们做事情 根据那个原始码的指挥来做事情 我们其实在上一节课已经看到了一个例子 就是html html就是一种解读式的这个排版语言 当我们用这个 所以我们就不再重来了 在我们刚刚已经看过了 在用这个记事本 比如说写一个成文字档案 里面写Hello World 再加上一些html的排版的指令 排版的标签 然后用它的解读器 那谁是html语言的解读器呢 就是被通称为浏览器 browsers的那一种软体 包括了也许最常见的是 微软的这个IE 叫什么网路探险家 还有也许次常见的这个Netscape 还有这个Mozilla 其实也是Netscape的另外一个名字 好就是这一些都是浏览器 那这些浏览器呢 它就透过网路 或者是从磁碟机上面 读到一份html语言所写的原始码 我们叫它html文件 或者有人就说那就是网页 其实网页 大部分的网页 就是用html语言所写的一个原始码 这个原始码被IE 或者是其他的浏览器程式读进去以后呢 它就根据这个原始码的指示 就排版出来 排在荧幕上给我们看 看到Hello World 还有这个Hello Back 我们在这一讲刚开始的时候举的例子 好 另外一类的语言呢 就不是解读式的 它是这个 对不起 它是编译式的 编译式就是compile 编译式的这个语言呢 需要经过另外一个程式的转换 另外一个程式啊 通称为compiler 就是编译器 那它跟解读不一样的地方是 解读呢 它就是像是browser一样 像是IE 你就想是IE那种东西 它本身占据一个视窗 它是一个应用程式 然后这个程式帮我们读了原始码以后 就在这个程式的视窗里面 就把排版的结果画出来 或者就把这个执行的结果 画在荧幕上给我们看 但是编译式的软体呢 没有 不是这样做的 编译式的软体要透过另外一个程式 这个程式并不直接把这个原始码的结果 显示在荧幕上 而是把它转换成另外一个档案 譬如说 这个稍后我们在这个课里面 想要请大家 建议大家要学的这个Latex Latex是一种排版语言 这个排版语言呢 就是编译式的排版语言 它要经过一个 叫做Latex 或是叫做Tex的那样子的软体 帮它做转换 这个转换的过程 就叫做Compile 就叫做编译 转换之后呢 会产生这个Object Code 就是指令码 这个指令码一定存在 另外一个独立的档案里面 在这个Etec为例子 Latex为例子 它储存的指令码的档案 叫做DVI档案 这个档案呢 又是一个新的档案 这个档案呢 它既不能够印在纸上面 给我们看到文字 也不能在萤幕上给我们看到预览 那它有什么用呢 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 等一下会说 它有什么用呢 这个独立的档案 可以拿到任何一台机器上面去 只要那个机器上面 有安装其他再下一步的程式 譬如说在PC上面可能用一个叫YAP的程式 那个程式就可以读这个DVI格式的档案 使它印在萤幕上给我们看 看那个预览的结果 或者是有一种叫做 譬如说DVIPS那样的程式呢 就把这个DVI档案呢 转换成可以印到 雷射印表机上面的这个 hard copy的纸本 就是直接在纸上面做印刷了 所以这个DVI档案呢 就是device independent 它跟印表机是什么厂牌 印表机有什么解析度 或者是跟你的荧幕是什么厂牌 荧幕有多少解析度 是没有关系的 它透过一个另外一个软体 就好像是一个虚拟平台 那样子的概念 透过一个那样子的概念 把这个很核心的 或者说跟这个 跟电脑的硬体毫无关系的 这样的一个独立的档案呢 可以转换成任何一个 任何一个荧幕上面 都可以看到的这个 preview的结果 或者任何一种 印表机 不管是不是雷射印表机 都可以印出来的这个 的纸上面的印刷的 排版的结果 那这就是为什么 这个编译的结果呢 并不产生 并不直接印到印表机去 它是产生一个结果 它产生的结果是一个object code 是一个指令码的档案 像这样的例子 其实各位同学在 我们基盖16讲的 网页教材里面 经常用到 你们可能已经打 已经用过了这个 第一讲里面的 英文键盘练习 还有音达练习 第二讲里面的 注音键盘练习 或是拼音键盘练习 或者是中文输入的打字 那这一些软体呢 我们在网页上都告诉你 它是Java软体 Java软体就是用Java 这个程式语言 写的原始码 然后这个原始码呢 也是一样 被一个compiler compile 编译成一个指令码的档案 这个档案的副档名叫做class 编译成指令码的档案 这个指令码的档案 本身也还不能够出来执行 它需要在一个虚拟的平台上面执行 也许有些同学当初在用我们的 这个Java软体的时候 你会发现不能执行 然后我就会在网页上面 就会跟大家说 要去下载所谓的JRE JRE呢 就是Java Runtime Environment 它就是一个VM的意思 就是一个虚拟平台的意思 这个虚拟平台呢 在不同的厂牌的硬体 不同厂牌的作业系统之下 要安装不同的JRE 比如说 微软就是一种 麦金塔 Macintosh又是一种 然后Linux这样的一种 Unix作业系统又是一种 然后Solaris 就是Sun 声洋公司的工作站 执行的Solaris的这个 作业系统又是一种 那么同样是IBM PC 如果作业系统 安装的是微软的Windows 那么这个JRE是一种 那同样是IBM PC 如果安装的是Linux 的这个Unix作业系统的话 那么JRE又是另外一种 所以这个JRE呢 是跟硬体和作业系统有关的 但是一旦把JRE 这个虚拟平台摆好以后 那刚才我说的那个指令码 只需要做一次 至少理论上是这样的 就是从原始码 Compile变成指令 Java的指令码 只需要做一次 那一份档案呢 就可以跑到所有不同的机器上面 都能执行 只要那个机器上面 装好了这个虚拟的平台 所以这个概念呢 就跟TAC 要把原始码 不直接印到印表机去 而是转换成一个 叫做DVI的档案 这个概念是一样的 因为硬体的这个科技 日新月异 那这个荧幕的解析度 跟它的这个漂亮程度 一直在改变 一直在变越来越好 那印表机也是 它的那个解析度啦 好 这个 反正印刷的这个品质呢 都越来越好 那如果我今天写一个软体 专门针对这个印表机去印的话 说不定只有一年的时间 它就过期了 它就 它就 不值得再用了 那么 所以一个比较好的想法是 我们设计出来的这个编译呢 造出来一个所谓的指令码 这个指令码呢 是有某种的独立的性质 将来呢 只要想办法给最新的那种 最好的硬体 设计一个 再设计另外一种转码的程式 就可以把这个指令码 转到那上面去印刷 或者转到那上面去执行 好 所以理论上呢 这个不管你用的是什么厂牌 的电脑 或者是什么作业系统 只要你有安装JRE 你应该都可以正确的 正常的使用 我们这个基盖十六奖的里面 所提供的这个Java的工具软体 那接下来的这个时间 我们就举一个例子 那我提到过这个Tech 好 那我现在在这边举一个Latex的例子 L-A-T-E-X 这是其实在书本上 在后面两节的事情 譬如说在荧幕上 我现在开了一个资料夹 我故意开一个空的资料夹 这个空的资料夹里面 现在只放了一个很简单的 这个原始码档案 Tech的原始码档案 叫做福点Tech F-O-O-T-E-X 那么这个福点Tech的 的内容呢 也是很简单的 就是这样简单的内容 当然我永远不会在录影带里面教学的 事实上老师可能也不愿意在课堂上教学 我想大部分的这种技术性的学习呢 应该都是大家靠着线上教材就可以的 现在我又来了一次 又搞一个Hello World 那么这个Hello World呢 放在一个原始码里面 我把这个原始码的存档 存档了以后呢 当然这个资料夹里面 还是只有这个Tech档案 但是我现在就来做 所谓的compile的动作 编译 编译它就做了一些事情 做了这些事情以后 我再来开这个资料夹 你看它多了这么多东西出来 那这两个东西 我们现在暂时不要管它 主要它的产品呢 就是我刚才口头上跟大家讲过的 DVI的档案 这个DVI的档案呢 就是一个independent的一个核心档案了 这个核心档案怎么样preview 怎么样在我们的荧幕上 印出来给我们看呢 需要另外一个软体 在这里 这不止一个软体可以做这件事 在这里我用的软体叫做YAP 那从这个操作界面里面 我可以叫出这个软体YAP 有 糟糕 对对不起 在这个地方 好这是hello world 那当然我前面应该 对不起我刚刚前一小节 忘了跟大家讲 这个tech是为了要印在纸上面的 而我当初选 我刚才那篇文章 那个原始码 我选的是12point的字 那12point的字 为什么会这么大呢 其实任何一个字 你选了多大的字型 只有印在纸上才是有意义的 因为纸上面是所谓的hard copy 才是真正印的东西 好 那个印在上面的那个大小 才是有意义的 在荧幕上面 你可以随意把它放大缩小 所以你现在在荧幕上面 看到这么大的字 这是因为我想要让你看清楚 并不是代表它印出来会有这么大 好在tech里面还是一样 跟word差不多 你也可以换字型 你也可以改变大小 可以做这些事 好但是我们用tech来排版 主要的目的并不是 跟用word排版不太一样 并不是要做一个 就是很多种字型在里面 很多大大小小不同字体的那种花俏的文件 用word来排版一个最主要的目的 很可能是要做一个干净利落的文件 一个高水准的文件 还有最重要的 要做一个有高水准的数学符号的文件 当然有数学符号并不代表说 是给我们数学家用 而是说只要是一个理工学院的学者 或是学生 你的论文或者是你的报告里面 用到大量的数学 你就值得这样做 那我就举一个例子吧 在我们书上我就有那么一个例子 我们先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这个1的i乘上π 次方加上1等于0 这一条式子被很多很多的数学家认为是 全天下所有数学的古今中外里面 最美的一条式子 我们就把它存档 你看这个这是原始码 这并不是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 对不对 我们看到原始码 看不到它排版之后的结果 那要怎么样呢 就来这边再排版 好 再重新排版一次 然后再用preview的这个软体 看看它排版之后的结果 对不起 在这里 我稍微拉一下 因为它置中了 好 就这么简单一个 Exponential的i乘π次方 加上1等于0 有没有觉得这个排出来 是蛮有水准的 是跟你在一个高级的 微积分或线性代数的书里面 看到的是一样的式子 那在书本里面 我还有另外一个数学式子 我现在就是等于只是示范一下 示范一下像那样的式子 是什么排版出来的 在书里面排的这个式子呢 是从0到无穷大 对这个Exponential -X平方 要做 对X做一个定积分 而积分出来的结果呢 是 根号 π 对不起 二分之根号π 好 二分之根号π 那这就是我的排版的原始码 这就是我的原始码 然后现在我们再把它存档 再把刚才那个工具拿出来 compile一下 然后再用preview来看看它 这个排版的结果是这样子 这就是Tech这样的软体的 这一个工作的流程 还有它所能表现出来的 的一个例子 那Tech这个软体 当然并不只是排版这个数学软体 它数学的文章 它排版一般的东西 其实水准也都是很好的 最好的例子呢 或者最方便的例子呢 就是你看书 我们这一本书呢 从头到尾 都是用这个 都是用Tech排版出来的 事实上是用这个 中央大学数学系的 陈宏毅老师 他发展的这个 这个中文Tech的套件 排版出来的 那所以如果你觉得 这本书排得漂亮的话呢 那也许你会想要学 这个软体 就是 就是从头到尾 包括前面的 上面的页媒 二进位的那一些 页 这个有第几页的那个页码 所有这些东西 都是用Tech排版出来的 没有这何例外的